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黄玉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秘鲁首都利玛的总统府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 秘鲁总统伯罗尔特就在这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我附近就是利玛著名的武器广场 也是利玛最古老的广场之一 四周围绕着的是室内最重要的建筑群 包括政府宫、总主教宫等等 每座建筑都拥有悠久的历史 也让广场成为秘鲁、政治与宗教文化的中心 选择这样历史底蕴深厚的地点举行欢迎仪式 足见中国与秘鲁 这对跨越太平洋邻居之间的友好关系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八年再次访问秘鲁 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等深入交换意见 这次访问将如何进一步夯实中壁政治互信 推动双方各领域务事合作取得新成果 我们将持续关注